李渊茹才学深薄 精明能干 眼光独到 性格严谨 由女状元之称 1894年 她出生于湖北缅阳县的一个贫苦家庭 父母早亡 身世凄苦 李渊茹毕业于武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后担任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校监 李渊茹曾极力反对基督信仰 却在1918年蒙召得救 1920年3月 她蒙神呼召放下教职 全时间侍奉神 与一位美国女传教士同工了7年 并担任著名属灵刊物 林光豹的主编 这里是南京中华中学的门口 这所学校已经称为是百年老校了 她的前身叫玉群中学 就是玉群中学 可是她原来有很多的名字 其中有一个名字就是南京金陵师范学校 南京金陵师范学校正是我们的姊妹李渊茹曾经在这里工作的地方 李渊茹在20年代是在这个学校做校间 那今天呢我们到这里来取一个节目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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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